倫敦生活一点都不便宜,所以我们今天介绍了两个免费的博物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大家like,subscribe,和按钟仔 我也有一个IG,欢迎大家follow我 话说我们那天,其实只是去Columbia Road Flower Market 在我们回程的路上,就经过了Museum of the Home 就看到原来是免费入场的,所以我们就进去看看 其实伦敦也有很多免费的博物馆,British Museum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 也有很多有独特主题,还有很多赞助的Funding Museum都是免费入场的 其实在伦敦生活都比较贵,所以如果想要星期六日放松一下,休闲一下 但又想低消费一点的话,其实上网去看看有什么免费的博物馆 或者免费可以参观的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来的 这个博物馆的主题,其实就是展现家的历史和演变的过程 当中他们也选择了一些不同的家庭的相片 而且旧一点的话就是画,去展现不同的家庭的一些变化 或者这家人着重的是什么 它也有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展览 而在伦敦的真实家庭作为一个圆形 去还原他们以前的家庭的状态 主要就是展现客厅的状态 这个主要就是展现1870年的一个在伦敦排屋的客厅的状态 可以看到也是一些中产家庭的家庭 而这个就是1915年的家庭的客厅 而房间的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是门口一进去 它就会有一个楼梯和一个圆关位 它们就叫做living hall 就是一个欢迎人家进去家的一个小小的位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圆关位 这个就是1937年的一个flat单位的状态 主人家刚刚吃完早餐就趕着出门口去上班 也很typical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而这个年代也开始有唱片机 牛龟这么大的这个就是一个radio 一个收音机 这个都应该可以叫得上是门门 不要说现在的小孩 我都没见过也都没用过 连我爸爸的年代都应该不需要用 它就叫 paraffin heater 是用梅油来烧的暖炉 这个单位看上去比较不同 比较色彩纷纷 其实它就是一个1976年 一个墨西哥移民的童年的单位 当时它回忆就是 那个环境比较差 它需要将脚浸下去的煤油 也就是刚才说 用来烧暖炉的煤油 让蟑螂不要滑上脚 那环境也是比较差的 去到近代一点 九十年代 这个是九八年的一个角楼式的单位 开始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 是用这一种比较独特的角楼的单位来住 开始了在Central London 在伦敦中心的一些生活 我看到那个装修也是比较现代化 而且都比较简洁的了 和以前是有点不同的 其实如果喜欢看这个室内装修 或者参观别人的家里的话 其实参观这个展览 都可以满足一下 虽然都是一个比较小的展览 但是免费入场来说 都已经是做得很认真的一个博物馆 第二个要介绍的免费景点 就是叫Fulham Palace 它是位于西伦敦的 其实这个地方的园形 是一个超过1300年历史的一个历史遗迹 其实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年免费入场的博物馆 和一个花园 我们当时去到也有很多人去放狗 野餐 原先它是一个伦敦的主教的住所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就是中世纪的主教 或者甚至乎千多年前的主教 其实它们的势力是很大的 主教除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之外 亦都是国王和英女王他们的advisor 他们的权力亦都很大的 是可以主导到整个国家的一些施政 虽然博物馆的规模就不是很大 但是应有的东西其实都有的 主要就是由这个historical site 发挖出来的一些文物 或者是在这里挖到一些狗 马他们的残骸 都有展示出来的 更加有趣的就是其中有一个主教 也是一个植物学家 当年用了很多钱和心机 就在美国运送了一些植物的种子过来 就在这里的厚花园栽种 所以这里的花园其实都有很值得去看的地方 而这个花园就是伦敦第二个古老的植物花园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 而这间房就叫The Great Hall 其实就是英女王伊利沙漠一世 曾经在1601年在这个Hall 亦都举办过一场成宴 其实这里每一个角落都很有历史价值 在博文馆走出去的时候 会见到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草地 那我们去那天是星期日来的 所以也有很多家庭 就是在这里野餐啊 或者有一些gathering 那这个墙亦都非常之大的 那可虽然之其实整块地呢 都属于主教呢 那就很大很大啦 那当然呢 就是作为主教的家呢 那其实以前呢 就一直都是主教在这里住 那后来近这几年呢 就因为那个维修的费用啊 或者就是居住的费用呢 实在是很贵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主教呢都搬离了啦 那也都这个地方呢 就交了给一个基金会去营运 那这样 那这个基金会的最大的赞助呢 就是在这里的National Lottery 那也是六合彩的机构那样啦 那类似好像是香港的赛马会那样 那就由他们的sponsor去营运那样啦 那后面有一个叫World Garden 就是牢内花园 那呢 就有很多不同品种的花花草草 那这样的 那更加特别的是呢 他们也种了很多苹果树在这里的 那所以呢 现场都有一些宣传呢 就是说10月3号 他们有一个 就是可以欢迎大家来品尝苹果啊 或者来买苹果的一个 他们的节兴那样啦 那都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来的 那今集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欢迎大家 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多谢大家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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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